记得沙漠门女朋友,大家好,我是NASCAR,欢迎大家收看,纳斯加铁路落性价分部,第三季,第十二集,第三部分的车站讲解和行车片段,这一部分也是这一集的发展里面的最后的一个介绍的片段, 换言之,第十二集的发展其实已经完成了,在上两个片段里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一集里面的纳斯加铁路落性价周边的发展和这一条线,就是名气线,另一个主赛就是名石线,就有九个车站,由古明地去到自由湾站中间就有七个站了, 这一条片呢,就会介绍那条线的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在安瑜站呢,就是在这个名气线的站,这个不是我们上一条片已经介绍了的了吗,其实,刚刚说,就是上一条片讲到说,由名气线呢,就是出现的原因是拿来做名石线的接驳的路线,也是要是设计得非常之严谨的, 对了,那就是代表说呢,将来由名气线,例如安瑜站,去到柴角站的这些部分呢,想转过去名石线,搭去那边其他站呢,一定要是非常之简单的,那现在我们就会示范一次, 以及兼请我们就会介绍了,其余,名石线其余的车站,就是由麦芒谷站开始,就是去圣光,圣光站,游斯林站,美富王站,胡桃树站,夏提湾站,尖沙咀站,和自由湾站,这几个站的,就是这条片里面介绍就会这一点, 对了,那我们现在就刚刚落到来,安瑜站,就搭车,就这次就会搭过去古明地那边的,就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上行二号月台,对了,古明地,对了,你可以在麦芒谷站转成名石线的,虽然古明地你都可以,但是就没意思,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没意思了,这么解而已,那现在搭车了, 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欢迎乘搭明溪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古明地,Welcome to the Daybreaker Line,Our destination is Old Brightland 下一站,麦芒谷,乘客可以转成名石线,Next station,Myosotus Valley,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Akashi Line OK,那现在,离开了那个站,就会进入这个麦芒谷站的,对了,那首先,这部分我们应该是没踏过的,那这里的路轨就会,对了,就,怎么说好呢? 对了,就会有道差向和明石线那边的路轨转的,然后就会兜回去,兜回去这个,兜回去这个,这个麦芒谷站的月台, 那这里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转成方法要严谨啊,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同月台转成呢,是相反方向的,即是说,如果你由古明地这边的方向下车的话呢,那你可以在麦芒谷站呢,就直接去自由弯方向的月台上车啦 那你就可以立即出区的了,可以,因为下一个站就是圣光,而圣光这个站呢,也都是可以和大城线转的 不单只是这样,我们待会坐车再看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 列车即将开出,这个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欢迎乘搭明石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自由弯,Welcome to the Akashi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reedom Bay 下一站,圣光,乘客可以转成大城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开左边门 等一下,为什么大城线的路轨会在我们的左手边 咦,这里就有地方解释了 其实呢,明石线由麦芒谷站到美富王站中间的路段 不是,游斯林站中间的路段,其实是靠右走的 现在我们是靠右走的 请小心列车越越台间之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其实都不太远,圣光站已经到了 还有,真的开左边门 而开左边门的一个原因是 对面是大城线,往近北 即是说,如果你是三堤这边的人 如果你踏鸣汽线 当是踏鸣汽线 刚刚我们好像安瑜站这样去 就可以在麦芒谷站 和越台走过对面 转成这个明石线 再来圣光站 再去这个大城线 转去北面 很快 有点问题 随时之外 你们都会介绍一下盛光站 当然是 刚刚说到 让我重复一次 你可以在柴角安瑜站 那些地方 可以在麦芒谷和越台转成 转成这个明石线 下来圣光再用多次同意台转成 就可以去到大都会那边 那边的了 其实都相当之方便的 我相信都 对了 等我拿回 等我拿回 这个明石线 等一等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 对了 看来今天我都不用 不用这个灯的了 那试一下看 试用这个 都好像不是很好 那又不用了 OK 那先介绍一下盛光站 盛光站 就在三堤和美富王中间的两个站 第一个 就是在北面的 那就是明石线和大城线的转成站 而大城线是插个站 就是刚刚这一句 是为了转成的 因为当初的规划 盛光站是明石线的单线站 就是说 这个 明石线是 你由麦芒谷站开始 你要是搭到美富王才可以转去大城线 那如果说这个转车方法是不理想的 至少是说 因为你已经在盛光站 因为盛光站本身已经是黏住大城线的路段的话 如果要北上是真的 你想到要兜路是真的都很麻烦 所以在这里就直接做了一个转成站 不但还要做同月台转成 除了是给乘客去北面之外 也都给大都会下来的人转去三堤都很容易 因为你大概 我们上一上这个月台看一看 就是因为这里下来 当你是大都会下来 下来南湾三堤 然后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在这个月台呢 一下车就可以过对面往古明地了 对了 那也挺快的 而且往古明地如果你想回去柴角的方向的话 你在密忘谷转转就行了 又是用同月台 就是刚好 刚好是相反方向的 这个位置 OK 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介绍回圣光站了 圣光站的名字 英文 中文是我自己想回来的 英文 Serafinks 也是和卡拉罕站 就是卡拉罕一样 就是来自于我其中一个很喜欢的游戏 那个就不是武器 这个是一个游戏里面的宠物 都不错的 它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弱化那些敌人的 尤其是BOSS 它这个技能帮你变成无敌一段时间 听上去都好像很棒 不过比较少用PVP 好了 说到这里了 中间这个路段 就是中间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变成石砖呢 就是又没有装饰到好像圣光站那些材质 这个只是因为这个本身是大城线 和大城特快的路轨而已 对了 刚刚刚说到 那其实 它在大城线三堤和美富王中间插站 这个 这边就不是用大城线原本的路轨 是用了 就是起了一条側线给它 一来就是 减低大城线那个现有服务的阻碍 就是在建立的时候 二来就是本身那个路段 是不够位做月台幕门的 是这里 就是要移过一点才能看到的 我们进去看看 是刚刚好在这里 这个 就是这个铁砖呢 其实就是 是 呃 本身那条桥的结构来的 大概是这样 对了 所以这里就 就是这样建出来 就是用那个 广度都不小 对了 中间就是车浸控制室 又是巡递进去看 对了 这个是三四号月台 另一边就是一二号月台 哎 三号月台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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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大概说到这里先 就是聖光站 那我们可以 呃 继续去了 呃 呃 不过这次真的要看清楚一点 因为明石线这里是 靠右行的 所以呢 真的要看清楚指示牌 才好搭啊 呃 自由弯 这边 哇 等我再试一下看好不好 啊 不知为什么 拿着这个东西会 哈哈 会跌frame OK 咦 抗车 拿回 对了 那我们下一个站就是游斯林站 游斯林站 游斯林站也是在大乘线的路段上面 但是它就不是大乘线的转车站 大乘线是不会停的 但是明石线是 对了 你看到啦 会停的 所以有人说呢 终于有一条标准铁路呢 就是不是特快 也都不是速管 都有 飞站的 的 的成分了 列车即将开出 列车即将离开 对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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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Next Station Minstrel Woods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那就 為什麼要上來的呢 再上到 好像還可以繼續上 稍後就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繼續上的 再上 還過了旁邊的路 由斯林站是 去回靠左的 只是在聖光站的位置是會靠右的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由斯林站是一個頗高的車站 而且它都上到80多 都快到90了 當然對於我之前建的車站來說 這個站就一定不是最高的那個 最高的車站大有人載 雖然它不是人 對了 那為什麼呢 第一 真的要做回這個 左右靠左靠右的轉換 而第二呢 這裡真的沒辦法 因為這是地下那邊都有不少的 現有的道路 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前方其實是有另一個鐵路的高架橋 我一定要在尤斯林站之前 即是在北面 就已經要做那個靠左靠右的轉換 如果不是的話是沒有位置下去美富王站 因為要下去的 大家在這裡也看到 那我們現在就先下大堂看看 其實這裡 原本尤斯林站是不是也是靠 即是就算是靠左靠右走 都是越台開左邊門的 即是說如果我仍然是用舊方案 即是說靠右的方式去做 就是這個車站的越台的話 就會是一個分離島式的越台 你明白為什麼 因為一號越台會過了 飛到對面 二號越台就在我這個位置 不過那個路軌就會在我的東邊 大概是這樣 好了 我們先下大堂 先 啊 OK 我們繼續說 但剛才剛剛回來 剛剛處理了一些FPS 即是Frames Per Second 一些問題 即是用那個光源 不知道為什麼以前的片都OK 現在剛剛這條片就有些問題 剛剛fix 回 那之前那些就有它了 那我們繼續介紹這個 尤斯林站 那個站不是我改的 我一點都不偽文青 我一點都不偽文青 都不是青的了 都快要30的了 OK 剛剛說回來這個站 尤斯林站也是在大城線的下面 即是大堂在 所以中間這條橋的結構 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為了建大堂的時候 就有多一些空間 或者沒有那麼阻定 那我就決定把大城線的 大城線橋樑的 柱等 就搬到旁邊 即是現在這個 你看到啦 尤斯林站的大堂 就反而有些柱在這裡 就不是在中間 那就是一次過 就承托著上面的月台 還有中間的 加一條橫樑給他 大城線的 高架橋的 那好像看上去 喂 你兩條柱 不是還粗過你中間那條柱 但是有些東西是很搞笑的 雖然可能中間一條柱 就是我旁邊那兩條柱 那麼厚 但是你放在中間 真的很阻定的 你有時候寧願放在旁邊 還有現在放在旁邊 是會幫助一些車站的規劃 分分鐘是 所以 你多數見到 為數不少的現實車站 那些柱多數都不是放在中間 好笑 不是沒有 但是多數都是放在旁邊 不過中環站這些地方 就只是連柱都沒有 在大堂 好厲害 OK 不講我了 對了 那這裡 這個站 也是有洗手間 還有車枕控制室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站應該是沒有落聖架咖啡的 這個也是始終的一個單線站 還有因為 這個站的月台 都對比這個大堂 也是相當高 還有中間有個大乘線路軌 阻礙著起樓梯 是有相當的技術困難的 所以我決定 這個站 就只是氣聲降機 但是 有六部 三部去一號月台 三部去二號月台 這樣 我先看看 我的光源棒在這裡 這個大概就是 尤斯林站的大堂 是這樣的 前後就兩個 非集區 各自四個出口 就是四個角落口 ABCD 這樣 中間這裡就有一個 暫間傳送 就放在這個位置的中間 不過就應該不要阻定的 這個位置 因為你中間可以 不是 你旁邊可以放進去的 而這裡就有一個樓層圖 只有兩層而已 L1大堂 L2就是明石線 那麼 大程線呢 我是不管的了 啊 對 我們要去拿一個礦車 不然又沒有車搭 多謝你乘搭 歡迎光臨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公口語 歡迎光臨游斯林站 特別是還要說是什麼站 其實呢 我是差點想錄一些廣播 是呢 錄一些廣播是說 歡迎來到什麼什麼站 是的 嗯 對了 這樣也OK 好啊 對了 這樣會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上來月台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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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了那些顏色 這個是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色 就是白色藥物 再加咖啡色的 那個叫什麼 糟了 忘記錯了 不是運營圖 運營圖 是純色的 在我的resource pack 的testure裡面 這個是 那個叫什麼 糟了 突然間半腦塞住了 想不到 等我想到的時候再跟大家說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歡迎乘搭鳴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自由灣 Welcome to the Akashi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reedom Bay 好像是跟陶器有關 有它 下一站 美富王 乘客可以准乘大乘線 Next Station 美富王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Urban Line 這麼巧 今年又有一宗新聞 我在NR Page那裡也有說 有一宗新聞 跟美富有關 又寫了美富 這麼巧 所以我這裏美富王 不如玩大一點 美富王 就是另一個轉車站 就是明石線和大城線的轉車站 又來了 又轉了 又入站了 月月台 間之空軌 突然間消失了一下 很開心 OK 美富王站 我來了 我沒有個進字 剛剛它是藍色 好沒有 OK 美富王站 原本就是大城線的單線站 到了這個位置就沒有了 接著 明石線來到這裏 就要幫它做確建 也是幫它加多兩個月台 就是在這裏對面 就是在大城線的對面加多這個月台 但是不好意思 空間感是比較窄的 因為本身美富王站也不是大 就是在月台那方面 所以這個位置也叫做 加到就會開心 剛巧對加到 對了 聖光站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聖光站是可以 可以 假設我是自由彎方向 聖光站是可以 跟大城線的上行轉乘 就是可以向北走 接著來到美富王站 對面月台就去近南 那就是假設 以後 如果你要去近南方向的乘客 你可以在這個站轉 就不用在聖光那裏轉 雖然是你去多了一個遊思林站 但是你那裏一落一上 再等車 不如你在美富王站等 有時候 這個 就是這樣想 另外一個轉乘得比較正的就是 將來如果你是搭明石線 由夏提灣 自由灣 或者22那裏過來的話 你可以在美富王站 一轉就可以向 大都會風向那邊走 方便很多 有時候多幾個轉車站 而且是那些轉車站的模式 有時候都幾 重要的 就是在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對了 這個就是美富王站的大堂 其實是跟之前的大堂是沒有分別的 是因為左右兩邊都有路 都跟大家看看那些路是怎樣 我記得以前美富王站只有三個出口 就是ABC三個 在C出口對面加多一個D出口 出口的分佈 是跟遊思林站的基本上一樣的 對了 還有擴建了之後 上面這一邊就是明石線月台 所以這裡要加回 就是加一些結構給他 對了 這個位置 還有其他東西都幾重要的 就是隔了都有兩年時間 就是去建美富王站 還有擴建這個美富王站 說有兩年時間 所以那個建築風格上 其實都要接近回 現在這個美富王站的設計 嘩 我怎麼設計 誰設計的這個站 好像是我設計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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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OK啊OK啊OK啊 沒什麼 對了 這個位置 還有一些指示板 加回明石線的指示板 對了 美富王 我這裡也有加 不是所有的擴建車站都加了這塊東西 我記得自由灣站是沒有加到這塊東西 我應該也要適時加上去 對 這個位置 對 挺搞笑 那美富王站不介紹太多了 因為都是在第三季的第二集都介紹過了 十集之後就又來這裡 那我們繼續搭車 我們就去下一個站 就是胡桃樹站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胡桃樹站是我起過最快的站之一 因為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我不知道這個是打他還是揮手 OK 現在繼續出發 胡桃樹站是高架車站 所以現在這個路段都是高架的 歡迎乘搭明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自由灣 Welcome to the Akashi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reedom Bay 下一站 胡桃樹 Next Station Walnut Tree 我們就是會由上方經過大乘線和大乘特快的路軌 然後就會繼續向西走的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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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 哇 這個地皮真的是在等起樓的 這個位置 不過我不評論周邊的東西太多 現在我們就 下面就有一條路 所以那些柱子要移一點點位置 OK 我們到胡桃樹站 好耶 到了 胡桃樹站 這個名字應該是對應回我 當年在通緋分布的第四個站 通緋分布第四個站 就是叫做胡桃湖站 第一個湖是 這個湖 胡桃是一樣的 下面那個湖就是 三點水那個湖 就是落湖的湖 或者是 對 麗湖的湖 湖撲的湖 你知道什麼事 但是就有不同的 這個站的財質色系 就是橙色 還有冷咖啡色 三隻色 這個就是當地的發展人員的 一個 一些 要求 對了 這樣寫上去 這個站也 喂 我不是做presentation OK 繼續 這個站 仍然是用倒式月台 就是 反正都過了 就是 轉車的那大部分的路段 雖然之後都還有兩個 但是一般情況下 其實我們想設計回 明石明希這一堆線 應該都是要用倒式月台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 明希線的月台 都是倒式月台 對 那三個站 是的 轉車站就不用說 也是倒式月台 不過是兩層的意思 這個位置 胡桃樹站也是一個 倒式月台車站 就是位於一個回傳柱的上面 是的 那這裡就有話要說 這個站基本上就是柴角站的 鏡射版 鏡射 就是相反版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原本的設計是這樣的 就是 柴角站就是在回傳柱的下面有兩層 一層大堂 然後大堂下面那層是月台 然後這個胡桃樹站就是回傳柱的上面就有個大堂 大堂上面有一層月台 都是倒式月台 那是不是說好像一塊鏡一樣呢 其實呢 一件事就比這塊鏡更加搞笑 就是它的出口的layout 基本上呢 理論上一開頭 是跟柴角站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它那個回傳柱呢 是三個路口 那麼三個路口 剛巧又是 就是那個樣子 有路的兩邊就是有六個出口 A出口 和C出口 中間的B出口呢 就理論上是有四個小出口的 但是就現在呢 現在當地發展就開始有了 那就暫時出口 B出口是封閉的 那就要更新出口的配置 除了這件事呢 它的出口那個分佈是跟柴角站完全一樣的意思 現在就少了B出口 但是我不覺得是遺憾的 至少它出現過 對 對 這個站是有洗手間的 對 每個站都有洗手間的 這個站是 就是 我沒有記錯 它是有落勝家咖啡 我們已經經過過的 在C出口那邊 對 對 對 還有有人想特別說一說 就是這個站的車子浸控制室 就是在 下面 所以剛剛 就是之前的人說 你這個站都是穿裙黑點 不過 就比較少 因為 車子浸控制室是這個位置 你不走 經過這個上面就沒事了 下面不是走教啊 對 之前有人問 這個車子浸控制室 你怎麼進去 其實是這麼簡單 這裡 進去 就可以了 有了 這個車浸控制室的這個位置 就是在迴旋處的中間 這個位置 對 大致上那麼多 糊塗樹站 對 這個位置 因為我覺得這個站得很快 應該是一天內搞定的 這個站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24小時裡面 就是由我起那個站到落城 應該是沒有24小時 那中間你計我上班 嘩 嘩 那邊 不想看 什麼都沒有 那些東西快要有了 OK 對了 那我們先上去月台 OK 我們就會繼續坐車 我們還有三個站要說 雖然下台灣和自由灣不會說太多 但是下台灣站的明石線月台 基本上是 全立鐵第一個 立鐵 其他鐵路有的 甚至現實鐵路都已經有不少了 你在香港都有一些了 就有個月台 有一對月台 它就不像我們認知的那樣 就是跟我們平時NR那些 那我們現在先回答一下 因為下台灣站 要過去尖沙咀站 是要用海底隧道 但是我們糊塗樹站 仍然是一個都不矮的高架車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歡迎乘搭明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自由灣 Welcome to the Akashi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reedom Bay 下一站 下台灣 乘客可以轉成彩藝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Down Deck Bay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Minecraft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我們由高架就跌回到隧道裏面 但是未跌完的 要繼續跌 因為距離海底路段的要求 都還有一段距離 對了 這個位置就不會落字 對了 在條路的下面 再說一句 下台灣站 其實它的確建 除了多了對面石線月台 都多了一個大堂 原本的大堂 是沒有計劃到的 最後因為需求問題 就加分了 對了 我們到站了 看看為什麼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隧 哇 它在下斜 的 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對了 這個站 這個站的明石線月台 是 樂性間立鐵第一個 斜落月台 或者斜上 對面的斜上 就是一個有斜度的月台 那其實看下去也不太斜 就是這裡前後高低差距大概是5米左右 那5米的斜度是1比44 就是它的角度的樣角是1度那樣 就是沒有1度 好像沒有1度 就是 自己老部計算機 算一下Tension 那我不算了 我算過了 但不記得了那個數字 總之是很小的角度 對了 理論上這列車是停到的 就是這個不要彎 就是這個不太斜的 這個就是 但是為什麼都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一下去就是 飛下海的了 不是飛輪海 是飛下海 是啊 這個位置 就是在上行端這個位置 一下去就是海底隧道了 因為夏提灣站本身 它的彩藝線的月台和大唐 就不是真正的地面車站來的 其實是高價車站來的 那因為那個位置 已經是出了海岸線的了 但是我又不是採取填海的方法 去起彩藝線的夏提灣站 是啊 善日是住等的 所以那些水還在 所以這個站的明石線月台這個位置 就真的非常之難搞了 所以沒辦法 要做一做一個突破 就是要做一個打斜的月台 就是斜落的月台這樣 那在紅石那方面又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這次做完之後其實都做得過的 還有1比44的原因 是因為NR每一條柱 是11米的距離 就是中間有10米 中間10米 但是加上一條柱自己 是11米 所以呢 但是呢 每一對月台幕門 就是4米 就是你要計算左右兩邊的玻璃 4米 因為NR的月台幕門是起得非常之密的 都叫做很密 所以 11米的柱間 和4米的幕門間 那怎麼可以做到一個適合的斜度呢 就是拿它的最少公倍數 4和11的公倍數 那11是質素來的嘛 那沒辦法 那就是44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講完月台了 那我們上一上去大堂 這個就是明石線的大堂 都不小的 多了個洛盛加咖啡 哇 正啦 彩藝線那邊 葡萄到死 還有肚痛拆對位 花生粥的東西 這裡搬迷過來 幾搞笑 對 理論上這個明石線的大堂 都可以獨立運作的 就是它的設施是齊的 車浸控制室也有了 車浸控制室 這個是明石線的車浸控制室 蔡藝線的車浸控制室 是仍然存在的 仍然會幫蔡藝線那邊的 這裡就是會幫明石線的這一邊 這樣也會控制它的出口 那個開關 這個意思 還有這個站 雖然這部分是地底 但是採用它的設計 就會是非常接近 彩藝線那邊的近郊站的設計 雖然可能對於你們來講 未必是真的很近郊 但是我覺得 用了這隻色 還有這樣的配置 我覺得這個站的設計格外簡單 下一件事 就是明石線怎麼跟蔡藝線轉成 又有獨立大堂 月台又好像自己來那樣 但是其實是有得轉成的 看牌 在對面月台也有牌 那你就看看 蔡藝線1、2號月台 還有AB出口也能去到 也可以直接去到 這件事當然是有考慮到 但是因為這個月台的高度實在太低 已經很深 而彩藝線那邊 有幾高下 都六十多七十 那怎麼辦呢 高低差有三四十米 這裡就要用升降機了 你看到升降機其實也不小 也不矮的 這裡就可以上回1號月台 上回這個彩藝線的月台 以及A出口 對面還有一個升降機 可以去B出口 那我們那裡不去了 好 下一件事 很多話說 這裡的大堂 撿過少少位 還有 它那個閘機也撿過少少位 那這裡 一邊可以去3號月台 另一邊可以去4號月台 就是回古名地那邊 好了 那我下一件事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 就是 外面的人怎麼坐車 如果你想坐彩藝線的話 當然 用回你們最平時的方法 走進去A出口或B出口 但是如果你是在這個位置 想坐明石線的話 有個問題 我這裡這樣寫 請使用地底大堂 就是後面 後面有那個明石線的出口 但是 這裡你已經可以去明石線的月台 那為什麼不用這邊呢 為什麼要你兜路呢 其實原因是這樣的 是因為 彩藝線本身都有可能有人 是想轉車過去明石線的月台 例如1號月台 想轉過來明石線 或者明石線的人想轉去1號月台 那這一部升降機就會 接著就會用這一邊的升降機 還有為什麼我 上一陣子我才搞定了那些指示板和按鈕 為什麼突然沒有了呢 搞笑而已 哼 之前有人匯報過這件事 但是我已經fix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有rewind 真的很好笑而已 對 那為什麼要用 那為什麼要用 那邊的大堂不用這邊的升降機呢 就是講到這裡本身是有相當的人流 如果你和明石線那邊 外面進來的人 那就真的會非常 就是擠迫了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寧願你輕鬆一點點 因為裡面已經在用著鐵路的人 就 讓他們先用 那外面的人 理論上就用回這一邊 去搭明石線的月台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 將來這裡有發展的時候 其實是對於明石線來說 它的優勢大一點 因為始終那些建築物 如果在我這個鏡頭前面全建的話 明石線是去得快過彩藝線的 這個真的 反而這一個就要出現了 承搭彩藝線的乘客 請使用地面大堂 就是這裡過了馬路過去 就不要在這裡轉 不要在這裡用 要做一個外面分流的作用 這樣 OK 這個就是夏提灣站的擴建部分 我們就會進入下一個車站 下一個車站 就要經過一個海底隧道 明石線終於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路段 因為剛剛那些全部都是一公里鬆 一公里鬆一點 甚至是沒有一公里 只有幾百米而已 這裡差不多兩公里 終於有一些遠一點的路段 以及可以走得快一點的路段 但是這麼快的路段 都是因為它遠而已 對 還有它是要經過海底隧道的 金鐘站的下一個站是什麼 就是尖沙咀站 不是香港的尖沙咀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我記得了 剛剛說到那些 那些 色系 那些藥質色系 歡迎乘搭明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自由灣 我在游斯林站講過的 這個那個 這個 啡色 黏土 記得了 下一站 沾沙咀 Next Station Sharp Speed 我播完這個廣告給你們聽 下一站 沾沙咀 Next Station Timshatui 乘客可在該站 往尖東站轉成西鐵線 講笑而已 當然不是 那個是香港 但是 這個位置 為什麼這個地方名就是尖沙咀呢 是因為沙咀是一個自然生成的地形 即是自然地形來的 現實世界都有很多 而在 在樂盛街這裡也有一個 在樂盛街這裡也有一個沙咀 這個沙咀 也是尖的 這個沙咀 這個名字 覺得是尖沙咀 這個區域的名字 對 好不好搞笑呢 但是我覺得這個翻譯是準過香港的很多 哈哈 哈哈哈哈 之後還有不少 陸續有來 好了 那我們就離開了海底隧道的路段 剛剛說回 海底隧道的名字 就叫做夏提灣海底隧道 我們就上回來 近一點點地面的地方 就是 這個地方建了這個尖沙咀站 然後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是不是真的尖沙咀站 這隻 因為呢 又是按當地發展人的要求 另外一個人來 當地發展人的要求 就是這個 薯仔 對呀薯仔 焗薯 他呢 就 一定要求 但這個要求我也覺得對 就是 麻煩用回黃色和黑色 其實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墨綠色來的 但是 Minecraft裡面是沒有墨綠色的 所以這裡就改了做 黑色 都差不多了 所以 這裡其實是有一點點模仿 真是 荃灣線的尖沙咀站 但是因為明石線的緣故 它這個尖沙咀站 是會 闊落一點的 這樣解 和你下一轉月台之後 你就上大堂看看 尖沙咀站的大堂應該是明石線起過這麼多個出口裡面 英文字母最大的 我記得我去到G出口 在這裡 當然 不及得這個 地鐵尖沙咀去到R出口 R出口 對吧 對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尖沙咀站 除了顏色的材質上 都跟地鐵的相似 而它那個集區配置 和它那個樓梯升降機的擺位 集區就是九成似 升降機和樓梯連接去月台那些 基本上是100%的 就是百分百次 因為我是看著它的位置圖 去 去 起出來的 對了 這裡有個路線圖 中間有些設施 這樣 這個站有沒有樂性加咖啡呢 好像沒有 洗手間就放在中間 這樣 對了 這裡的集區就有兩部分 一凍一西 對了 剛剛都是金番話 用回比較遲的 集區配置 理論上 真正的尖沙咀站 就是在地鐵那邊 就是被非集區包住的 這部分理論上 都不是集區的 不過這裡我們就不夠位 要做車就控制室 所以就要在這裡放一個下去 對了 那我們看看一點點出口 A出口 河英岸商店街 對了 這裡有一個尖沙咀站 嘩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商店街 嘩 這裡有一個什麼來的 嘩 有歌詞 對了 我不唱了 不唱了 對了 今天這裡都走 真的下一道逛街 店舖未入火 要等多一陣 才真的有街行 中間都有幾多出口 廣古名地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The train to old bright land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有自由灣那邊駛過來的 然後下一樣東西 都想提一提的 都挺搞笑的 就是 那個當地發展人 為了建這個尖沙咀站 就是為了尖沙咀站 他 在這裡也建了一個鐘樓 就是那個九廣鐵路的鐘樓 那個鐘樓 這個位置也搞笑的 不特別看了 因為那道道很遠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游泳池 原本那個站的出口在游泳池裡面 不過暫時都挺遠 啊 還有這裡都可以去到瑞恩湖站 就是可以走到瑞恩湖 大概都 三四百米左右 都不是說特別 就是不是說太遠 對 OK 那我們回到尖沙咀站 那個站裡面 然後我們就趕上下一個站 就完 這個發展和這個片段 就是這個影片 對 自由沙咀海濱長廊 這個長廊是可以走到自由灣的 我們回去 歡迎光臨尖沙咀站 聽起來真的很好笑 因為是不是真的那個來的 剩下一個站 就去自由灣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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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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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歡迎成達明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自由灣 Welcome to the AKACHI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reedom Bay 下一站自由灣乘客可以轉成星影線 Next station Freedom Bay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Stado Line 又有多一個轉乘 自由灣是星影線的單線站 去到現在這個發展 就會做明石線的轉車站 所以有三條線可以轉到明石線 現有的納鐵路線 即是大城線、彩藝線和星影線 其實在這個部分就... 雖然在木偉爾那邊可以跟綠洲灣線做到同樣功能 但是這個位置是相對近市中心 沒有綠洲灣線那麼遠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有它的轉乘價值在這裡 OK 我們到站 到了自由灣站 到了自由灣站 它的設計也是跟回星影線的設計 都是用一個堵式月台 不過是比一個星影線更闊的堵式月台的意思 只是因為這個也是這句明石線 明石線它的月台是闊的 這個意思 是不是一些什麼高端車站 什麼豪華車站的設計 不是的不是的 純純闊一點而已 闊一點好閒一點 對 OK 自由灣站原本只有兩層 就是一層的大堂 以及一層的星影線的月台 明石線這裡 就... 我看到之後就加多了兩層 一層就是轉車通道而已 就不是一個轉車大堂 就是不是那些核谷啊 那類... 就是多了整層東西在這裡 就不是的 就只有一個通道而已 這裡... 這裡就直接上大堂 這裡是... 明石線是有新的升降機 以及... 樓梯是直接上大堂 也有一個現有的升降機 都可以上大堂 以及... 這個... 升影線的月台 是的 就是我們現在面前的這一部 是的 這一個... 這部升降機其實本身都在這裡 就是... 當初在自由灣站 只有升影線的時候 這部升降機已經存在了 但是那時候只有大堂 以及... 這個... 月台而已 接著... 明石線來了之後 就加多一層 就下去明石線 那就... 至少轉乘那方面 就方便一點啦 那... 那講走那邊 這裡也有一條樓梯 就上去我剛剛講的 這個叫做... 轉車通道 這樣... 那... 這條轉車通道 就會過回去... 直接去這個升影線的月台 啊... 這裡有個機房 不進去了 剛好是這一層有個機房 其實... 這一層沒有轉乘通道之前 都有個機房 為什麼那燈光這麼搞笑呢 啊哈 那應該自然一點啦 哈哈 OK 對了 我們來回這裡 升影線的月台 這樣 這樣 那你也上一上大堂看看啊 對了 升影線的大堂 就... 沒有說什麼特別太大的變動 的 但是... 就... 我就加多了... 我就加多了指示板 就... 分流 啊... 升影線呢 就走下去明石線呢 就繼續前進 這樣 那你也向前走一走啊 對了 那這裡也有... 繼續有指示板 指你去明石線走哪一邊 對了 接著這裡就開了個口 的 開了個口是去明石線的 所以就... 這裡就可以直接下去... 搭電梯啦 下去明石線的月台 也都有樓梯 直接下去明石線的月台 對了 啊... 這部升降機都可以 雖然我未必會建議你這樣做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東西就是明石線的 因為它多了兩個月台 就是多了整條線 所以它的車的浸控制室都會稍微倒閉一倒閉 原本只有兩個月台就可以服務四個月台 對了 尖沙咀上一個站這樣 OK 還有我們開多了兩個出口 一個就是E出口 另一個就是F出口 叫做自由廣場那邊 就是... 遠一點 現在準聲止住的那個位置就是 對了 還有這個F出口 自由灣商店街 那個出口呢 是... 升降機來的 不特別走去那裡了 然後... 接下來就會... 啊... 先說一些東西 如果剛剛有人拿到那個... 那個... 升影線... 不是... 明石線月台的... 大延知事版 你會看到下一個站寫著... 3009... 3009... 鑽石湖 但是還沒去到的 其實只不過是告訴你 知道 接下來其實... 明石線是一定會繼續延伸的 延伸過去派方角那邊的 對了 就會過22 再過海 當然啦 就會有一個更多一個方法的轉成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迫著由... 自由灣站 搭兩個站去傑斯卡州 再轉西環線 搭過去 齒灣 高庫瑞那邊 就... 這裡有點不同啦 就... 你明石線是可以繼續直落過去那邊啦 而且我當然會加多一些路線的轉成啦 就會更加方便啦 這一方面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的 對了 以上 就是樂勝加分部 的第三季 第12集 第三部分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片段 這個片段主要是講了明石線的發展部分 亦都是這一集最後但最精髓的那部分 那接下來的鐵發展呢 就... 我不講著第13集講些什麼 我就... 反而會講一講 接下來的發展呢 就會去... 尖岸的 尖岸就會加一個... 中型的... 中小型的鐵路系統 就叫做尖岸地區折雲 那個位呢 就會有一個小的鐵路網 但是就... 都是比較... 都是由NR去營運的 對啦 那那裡大概有十幾個站左右啦 那... 我們... 看看我會不會拍那條片啦 希望... 拍完... 即... 拍完之後都拍一拍條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新的營運模式 這樣啦 因為它有一點不同的 和現在現有NR 它沒有廣播的 但是它的指示版會做到足的 可能大家都想看一下那些版的嘛 好啦... 那... 這個影片就去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片 不知道是S3E13 S3E13... 建啦 還是... 尖岸地區折雲那條片建呢 大家拭目以待啦 但是至少... NR的發展... 不會停的 至少這個Stage現在仍然是很Active的 對啦 那我們下一個片段再見面啦 記得關門啦 朋友 拜拜